我們又講一下現在中國經濟核心的情況 我們早前也知道的報道 中國有機會有大停電的情況 背後引伸到發電原材料裡面 中國很明顯是缺乏有關的核心發電原材料 背後引伸到也推展到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中國看到在這一兩年 特別是這一兩年與鄰近的國家 甚至乎中美不同的國家 甚至乎太平洋國家的關係都非常差 我們看到可能提供回抗的澳洲 亦都停止了有關的供應關係 這個背後引伸到中共近來 無論由中美貿易戰甚至到世界不同的國家 都跟中共的貿易關係或者叫夥伴關係 完全完全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割裂情況 引伸到中國現在在核心裏面不能夠供應自己 本土裏面應該有的一些資源或者物資 引伸到最後最大最後受苦的絕對是中國人民 我們見到在中國這個地方的管理層 由於他們的自大 他們的魯莽 絕對在影響與國際關係引伸到嚴重地 影響到國內人民的福祉 首先再說一下內地現在核心的福利政策問題 我們知道最近有報導說過 在內地的社保基金出現很嚴重的危機 所以接下來有機會 由於人口老化問題 甚至出生率低等等的情況 引伸到其實社保基金是源源絕全是 在接下來幾十年裏面是有機會去破產的 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嚴重的 引伸到最近有報導講過 有關當局希望以一些貪腐的官員的利益 或者財產去注入這次社保基金 但引伸的問題就是究竟 內地對於打壓貪腐的情況的過程程序是怎樣 但現在我們知道其實內地的貪腐程序非常嚴重 早前可能有周永康事件 竟然公開報導可能涉及只不過幾百萬的貪腐情況 但事實上是否幾百萬呢 我相信市民眼睛的雪亮 不可能是得益那麼少 或者貪腐的金額那麼少 背後其實隱藏了的 收納了的一些貪腐的財產去到哪裏呢 會不會成為了另一個貪腐組織的團隊 帶來的得益呢 所以引伸其實究竟社保基金 去用貪腐而收納得來的利益呢 而去注入社保基金呢 我相信這個情況真的不是那麼令人可信 或者亦都不夠說服力 本身都是引伸到背後 其實內地對於打壓貪腐 或者調查貪腐 會不會是大老虎打大老虎呢 背後我們都非常擔心 其實真真正正要去改革一個社保基金的結構 首先我們相信真正人口的政策要有完全的改革 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要真正透明公開 擁有法治和自由民主 才真真正正讓國際企業 會重新對於中國的境內投資有信心 國際關係貿易關係得以平衡 才會真真正正可以協助到 幫助到中國無論是本土經濟和國際的經濟發展 是得以順暢的 早前李克強公佈了 有八項的指標或者任務 對於內地的經濟發展 其實我們總結出來 其實都有一些傳媒報導過 這些口號是 第一是口號式或者光令式的口號 沒有實質的內容 第二甚至乎有些口號或者內容或者一個要點 是揭示到現在中共的核心經濟問題 我拿一個例子就是 內地要打壓資產的一個不斷膨脹的情況 但是早幾年其實早前 早幾年其實中共就是去推行一個電子金融改革 這個其實有報導媒體就說 其實現在完全是自打嘴巴 一方面早幾年中共說 要去推行一個電子金融不斷擴張的 就是一個市場經濟資本經濟 引申出來絕對就會一個資本市場的 一個不斷擴張 資產不斷擴張 但是今時今日就反過來 就是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就說要揭指一些資本市場 或者資產不斷膨脹 其實究竟實質上 其實中共現在的取態是怎樣呢 是令人非常擔心 就是究竟中共第一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有沒有實質的方法來去 修復今時今日的經濟呢 我們會作為一個經濟人來看 真正經濟要健康發展 是必須要有公平公正公開 法治和民主的制度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元素在裏面 其實真正經濟發展會受很大的限制 正如今日都有報道 講到螞蟻集團的馬雲 只要國家需要螞蟻可以雙手奉上 這個是絕對保障不到資本家 去投資了那麼多年的資本和業務 這個是足以證明了 我在今時今日內地現在資產的保障 人民的資產保障 生意的保障完全是沒有的 這個我想作為做生意的人 作為投資的人都是非常擔心 原來所有東西只要國家是需要的 就可以雙手奉上 完全是沒有私有法保護財產的 一個理念和法治的保障 我想其實就算利克強講多少的說話都好 背後引申到今時今日 我們見到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 而內地的管理層 都暫時我們所看未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真真正正去修復今天 無論是疫情引申出來的內部核心經濟 以及國際關係變差引申到 減少了國際關係的貿易的一種 引申出來的後果 再補充一下廣東省 有個大停電一個很令人擔心的 那麼大的一個情況 但內地媒體也都刻意 或者可能沒有特別的報導 這個絕對是引申到 也都再次引申到 無論是引申到涉及民生的一些基礎資訊 其實內地媒體都不能夠公開公平 去透露或報導事實的真相 這個引申到其實在內地的媒體裏 也都是國有化 所有報喜不報憂 甚至只是面倒去吹捧好的消息 或者好的資訊 這個亦都是我們從以前到今時今日都引申到 在中共暫時的媒體裏面的最大的問題 這個亦都引申到 其實為什麼香港的傳媒都報導到 而內地的傳媒報導不到呢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香港的媒體 以來時會怎樣發展 但在今時今日裡面 連停電的消息 可能香港的媒體 更多於內地的媒體的時候 究竟內地的人民生活會怎樣呢 這個我們都非常擔心和關注 補充一下廣東省大停電 其實背後引申到什麼大問題出來呢 我們推測到 首先大家知道廣東省 都是屬於中國經濟核心的一個城市 或者一個地方 但竟然這麼大、這麼繁榮、 這麼核心經濟的一個區域裡面 出現了這麼大的停電 沒有暖水、洗澡等的情況 那背後引申到是什麼問題呢 就第一 就是其實究竟 中國裡面的核心經濟 是否可以支持到一些省份 或者地方呢 其實見到簡單的那句 可能有十個蓋 十個布、十個洞 就只剩下五個蓋 中國根本蓋不了這麼多個蓋 這個人生到 我們見到內地管理層 不斷說要補經濟 其實原來這麼基礎的民生 這麼基礎的生活 都支持不到的時候 還怎麼說經濟的發展呢 這個是令人非常擔憂 第二 我們引申到其實就是究竟 內地的核心經濟的資源和財產 是否被私有化了 在一些權力核心裡面 而不下放下來幫助市民呢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 現在在內地經濟非常嚴重的情況 就是權力集中 財產集中 資產集中 資源集中 真正到百姓有需要的時候 這些資源不會下放下來 讓百姓得以受惠 我想這個也是今時今日 我們見到 中共現在最嚴重的情況 背後引申也是貪腐 和一些腐敗的情況